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鍋巴老師 Nurungji Sam 一個禮拜沒見了 大家過得好嗎 又到了我們 正式教韓文的時間 好幾個禮拜前呢 曾經跟大家說明了這個 韓文裡面的漢字文化 韓文用很多的漢字 可是很奇怪 就是跟我們台灣人理解的不一樣 那今天就要做這個漢字 單元的第二集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一個單字叫做 新聞 新聞 好 這是不是聽起來很像台語 是不是 沒有錯跟你想的那個一樣 就是 新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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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漢字就是新聞這兩個字 可是問題是 他就不是說 我看他電視新聞怎樣 電視上新聞都有報什麼什麼 不是那個新聞 其實漢字的新聞的意思 就是 報紙的意思 新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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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日本跟韓國也是一樣 就是用這個漢字 所以有什麼 朝日新聞 對不對 那韓國也是一樣 一定有他們的這個日報 就是有時候他可能會寫 比如說東亞新聞 這樣就是 韓國的一份報紙 新聞是報紙的意思 大家不要弄錯囉 那有人就說 欸 那電視上那個新聞 那要叫做什麼呢 韓國也是一個很喜歡用英文 外來語的國家 所以電視上的新聞就叫做 new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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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電視上新聞叫做news 印出來的報紙叫做新聞 好 那現在網路上也有很多的新聞啦 好 所以有時候會說 internet news 好 大概這樣子的一些用語 大家不要搞錯囉 還有第二個 很令人意外的漢字是什麼呢 直走 直走 好 這個韓國人常常會說 欸 誰誰誰 直走 好 漢字是 直接 哦 可是這個其實你用中文來思考一下 欸 誰誰誰直接做了 或是說 今天這一碗料理 這一碗 豆腐機啦 或是說什麼 韓國的高級料理是 我 我 제가 直接했어요 제가 直接했어요 我直接做的 不直接 難道還要 間接嗎 是不是 所以 韓文的 漢字的直接 也不是 直接或間接的意思 而是什麼意思呢 是 親自的意思 不透過別人 我親自來做 或是某人 不透過別人 他親自來做 或是說 總統 韓國人叫做 大統領 鐵統領 大統領他直接來到了 就是他親自來了啦 他不是說派人過來 他就是親自來到 這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理解對不對 直接 漢字是直接 但是他是親自的意思 再來第三個呢 要跟大家說的是一個單字 叫做 困難 困難 這什麼爛呢 困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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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的寫法本來是 困 加上 爛 困難 但是因為這個發音上 他會變音 所以唸起來叫做 困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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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台灣人都很善良啊 常常都會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啊 有什麼困難要講喔 不是這個困難耶 好 漢字的困難的意思是什麼呢 困難 好 譬如說 欸先生你不可以這樣子喔 這樣子我很為難喔 齁 啊你摩托車這樣子亂停 他我都出不去 這樣我很為難耶 應該是這個時候用的 コランネオ コランネオ アジョシ イロミョンコランネオ 好先生 大叔 你這樣做的話我很為難耶 是這個意思 大家這個平常 不知道用不用得到這個字 我就覺得還蠻常用得到的是不是 好 日文叫做 迷惑 哈哈 很好玩喔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這樣會讓人家迷惑喔 迷惑 可是 韓國人是講 困難 コランネ 這樣我很為難耶 コランネオ 再來第四個 欸我們台灣人啊 如果看到兩個人啊 這個 互相幫助啊 常常就是 人力在一起 互相講話 都不會覺得對方很煩 就說 欸你們感情很好耶 啊我對這個 蛤 對整件事情 或是對這個人 很有感情 可是這樣不能直接翻成韓文喔 如果你直接說 感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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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 感情 這樣不行耶 欸 不是說 很有感情嗎 這樣這個人很念舊啊 欸不是喔 感情呢 在 漢字 韓國人裡面認知的這個漢字是 不好的情感 就是有點心結啦 有點不爽 所以 感情 不是好事情喔 大家一定要理解清楚 感情 是 不好的 不好的 有感情 是不好的 應該說 有不好的情感啦 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漢字啊 這個字是一個名詞 基本上它非常簡單 我們生活當中 也常常看得到 好 叫做 蠻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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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肚的漢字就是 饅頭 可是很奇妙 它跟饅頭就是 完全不一樣 好 一樣是麵粉做的 韓國人認知的蠻肚啊 麵粉一定要包一個什麼 餡在裡面 有個餡 這個才叫做 蠻肚 所以麵粉包一個餡 大家可以理解是什麼嗎 基本上就是 水餃的意思 韓國的水餃很特別喔 他們包完之後 還會把它對折起來 變成圓圓的 所以韓國的蠻肚 基本上是圓的喔 那 蠻肚 它也可以是尖的 叫做 昆蠻肚 也可以是 蒸的 叫做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呢 它都是以水餃為基礎的 那 台灣說的饅頭都是 沒有包東西 它就是一塊麵粉 它當然會 有時候可能會摻一些什麼 雜糧啦 或是什麼芋頭啦 去弄成不同的口味 黑糖的啦 但是 韓國人基本上 沒有這種東西耶 所以你在韓國 你要找饅頭 你說我要找蠻肚 大概找不到 我很喜歡吃饅頭夾蛋 蠻肚 不行 你一跟老闆要蠻肚 他大概就會給你水餃 真的好死不死 它的漢字就是饅頭 真的是很會誤導人耶 所以大家以後學韓文 遇到漢字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喔 這個漢字可能跟你想的 不一樣 好 今天教學就到這邊 大家也遇到一樣的經驗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 然後呢 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安妞 掰掰